不過我覺得像以前 以前大部分就是比較 怎麼講 就是秋冬 或是說每個季節交換的時候 比較容易過敏 因為我是很容易過敏的 我的全身 臉 可是我覺得現在過敏的 怎麼講 次數會變得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最近的天氣 因為一下子熱 然後每天一下又冷 一下一下冷 就每天都在癢你知道嗎 就覺得特別是 就是整個下巴這個地方 到脖子這個交界的地方 好癢好癢 然後癢完了以後 就鼻子又開始癢 癢完以後就開始揉眼睛 全身癢 你會覺得一直打笨地 再來打笨地了 對啊 就是花粉症 然後癢完了以後 真的嗎 然後癢完以後就開始覺得 就是裡面也開始 反正就是全身就癢就對了 然後有的裡面 我們穿內衣的地方 對 比較緊的地方 或者是復古溝 那種溝結血循環比較差的地方 就開始抓異味性的 所以冬天是冬季癢 然後春天就花粉症的過敏癢 對不對 夏天濕熱癢 其實這種一年四季都有 只是春夏交 那個冬天跟春天交界的時候 因為溫差 然後加上天氣乾 然後很多人的皮膚就不適應 所以像濕疹 然後癢 然後如果沒有做好保濕 就會更嚴重一大片一大片的發作 對 所以你看有過敏性的這個皮膚炎對不對 然後像那個花粉過敏也會 它就是因為飄在那邊它就會癢對不對 還有日光性的這個皮膚炎 曬太陽 因為冬天這個日光強度比較弱 所以我們就通常就是這個就無所謂嘛 因為曬不到什麼太陽 到夏天春天的智光照射強度大 時間長皮膚一下子不能適應 也就發生皮膚炎 而且冬天冷 我們比較少出門對不對 通常冬天包的緊緊的 所以你皮膚也會變得比較脆弱比較白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春天的應該穿衣服這樣子 全部脫掉 然後這樣子曬曬太陽 可是你這樣一曬 如果沒有仿曬的話 就整個皮膚還會起疹子 陽光疹這樣 因為我們拍戲的時候是這樣 只要一被陽光直射到 我們還有化妝喔 一直射到就開始又來癢 照射也癢 照射也癢 全身又開始癢 所以小微像妳在幫人家化妝的時候 有沒有遇過那種很麻煩的皮膚 像這種季節 就是很尷尬又脫皮 然後我還化過一個有痘痘又脫皮 還泛油光的 像這樣的皮膚我們之前 脫皮是乾燥的 對 可是其實它的乾 我跟你講這種叫又油又乾的皮膚 它不是混合型了 其實對我的專業來講 我化那麼多 我覺得這種東西 我會用一個方式來急救 就是我看到這樣的 譬如說藝人或是譬如新娘子也好 那他當天他懶得保養 他當天來就是交給你就對了 那我們這種方式 唯一急救的方式就是 我不會用面膜 像痘痘的皮膚我會局部 局部用那種譬如說 我告訴各位痘痘的朋友 什麼美白的啊 那種有玻尿酸的啊 這種東西建議你們盡量少用 因為非常刺激皮膚 我都會用保濕的 先讓你的皮膚先鎖水 鎖水完之後 你再慢慢把瑕疵蓋掉 這樣子的話 妝會比較均勻也比較吸收 那有一個自己的心得 就是一般的 像我們在日本買到像這種產品 那這種產品是 譬如說你現在 譬如說你現在回家卸完妝 你想要皮膚透亮 那可以有兩種方式 它可以用在透亮的方式 就是你回家卸完妝對不對 你就把這個東西 它像噴膠一樣 小心也在你手上一點點 很有趣的像這樣 像Cream這樣 你把它抹開 抹開 這是保濕的嗎 對 30秒 只要30秒喔 30秒其實你皮膚基底啊 開始就是 它是溫感的 它就開始發熱 其實這個時候 你毛細孔是張開的 你吸收保養品也比較快 相對另外一個理由 我們在化妝的時候 如果之前抹上 像這樣的東西 30秒 30秒之後 用水把它洗掉 再上我們的保養品 它妝很透 這是我們的急救方式 它就是要讓你快速的時間 把你的毛細孔打開 你的意思 對 很好用 只要30秒就好了 這是急救的方式 當然不是長久之計 可是那又油又乾的皮膚 要怎麼化 又油又乾的皮膚 一個會上不上妝 一個是上了妝馬上就掉了 所以整個臉是花的 那我會建議 如果又油又乾對不對 像這樣的皮膚 我會建議他說 其實我們當場來做 我實際上在講 化妝師不是魔法師 也不是皮膚科醫生 我們不能馬上 把它煥然一新 怎麼不能 你們屍體都可以化得栩栩如生 為什麼活活的人 不是畫不出來 屍體會任我擺部啊 怎麼化又怎麼美 我說行就行啊 而且屍體是不會呼吸的 他可以用油漆什麼的 哪有人用油漆在畫 你看那個 其實這樣子的 在脫皮的皮膚 其實可以稍微上一點點的 凡士林脫皮的地方 讓那個脫皮的感覺 它比較服貼一點點 那其他的地方 再開始造正常上妝 像這個粉刺痘痘 就最爽了對不對 為什麼長這個的人都不爽啊 拔的時候很爽啊 我想說請問 就是長的人真的是很受不了 對不對 那還有真菌的感染 對不對 像眉菌 像穿雨鞋 雨鞋不能穿太久 尤其是骨癩 骨癩 骨癩 體癩 手癩跟竹癩 就是腳氣 對不對 那還有一種是這個色斑 對不對 色斑有時候很像長癩 對不對 對 好 還有一個 就是小孩子啊 如果在夏天的時候曬太陽啊 就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什麼 解他的小孩啊 就剛剛就提到說 他臉上好像長白癩啊 其實不是是曬太陽曬太多 長白色皮肝疹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以為長白斑 那其實擦擦防曬就好了 就好了 對 就好了 好